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丑工作室 带着一群小丑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直都是一种爱的表现 即便没有红鼻子 即便没有一片花衬衫 我们所有所有的人 只要你有爱 只要你愿意分享 我们都可以用爱改变全世界 我想请教这个泡泡姐姐欢迎 一般人可能会很好奇请教你 这么漂亮是个正妹 可是你平常打扮就是说在做这个当代小丑表演的时候 你会戴上红鼻子吗 你会打扮成小丑的样子吗 其实是看场合的 其实真正的当代小丑 它最重要的一个意涵 反而不是外在的红鼻子 不是这个花衬衫 更重要的是你内在一颗想跟别人分享的心 那其实这些红鼻子等等的它都是一个媒介 欢迎收听无注意主持的恋恋台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